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拉尿牛丸? 沒錯 為何會這麼彈? 你嘗嘗再說吧 你真厲害 五火雞, 五力驚人 平均每塊牛肉 我都打得二萬六千八百幾次 我再做幾粒給你吃 誰是鮮鵝 好像剛剛拉尿牛丸噴出來的汁 對不起… 麻煩…對不起… 對不起…不好意思… 在工作場所裡 如果看到地上有油漬或漬水 就要即時清理 如果不能夠即時處理 都要將受影響的範圍隔開 然後呢 就放一個小心地劃的牌子 通知相關的人事處理 而為了不要滑倒人 我們還要保持牌水系統暢通 和地面乾爽 說起上個禮拜 我在大排彈道 踢傷的雜物差點跌倒 幸好沒有受傷 因為你把東西亂放在地上 不是說彩數 如果下次你再踢傷 就真的受傷了 那我該怎麼做呢? 良好的工作場所整理都很重要 首先要保持通道、平坦、長通 通道就不要用來擺放雜物 對, 而且工作場所裡所有物品和用具 都要分類擺放, 整齊堆疊 我知道 我們在堆疊放物的時候 是不應該過高的 而且記得放穩定 重的東西最好放在下面 輕的東西放在上面 這樣就會減低它跌下來的機會 我明白了 那我第一時間收拾好東西 收拾完再吃牛丸可以嗎? 因為真的好吃 工作場所常整理 我想做東西, 無所謂